《雪中汗刀行》中的北梁王府可以说是卧虎藏龙 论武道底蕴可以说是不输武帝城 只是电视剧中所展现出来的实在是一言难尽 没有追过书的朋友都还以为 北梁王府的高手就只有剑九皇呢 所以至于都认为在剑九皇走了之后 北梁王府最顶尖的高手就没了 或者说武道底蕴也就如此了 就只是有三十万大军 还需要徐丰年自己抓紧学武来称一称北梁的面子 剑神李纯刚也算 但实际上一直都是属于残血的状态 同时剑神李纯刚其实始终是属于外人 并没有真正的对北梁王府心悦成府 再者老李剑神不在了呢 难道北梁王府就没人了吗 那就太小看北梁王府的底蕴了 实际上北梁王府最大的底蕴也是王牌 其实是有两个人的 一个是北梁王徐霄的贴身护卫 相胜徐衍兵 还有一个徐霄在世的时候也不一定知道 最后被徐凤年所发现的 其外公春秋刀甲齐烈华 都说徐衍兵是北梁的核弹头 是北梁的燕双鹰 武力之趣是很高 而春秋刀甲齐烈华也不逊色 那么究竟徐衍兵和齐烈华谁更厉害呢 谁才是整个北梁最大的底蕴呢 很多人都认为是徐衍兵 毕竟他是枪先王秀的师弟 也是整个王家枪一门顶尖的存在 境界很高 那是属于大天象 在整个北梁是五五开开 陆地神仙也能一换一 而齐烈华可以说 在前期是被严重低估了的 同时身为刀甲 但是之前还没有打过顾剑堂 也没有干过多少惊世骇俗的事情 那就太小看春秋刀甲这几个字了 或许之前的齐烈华是打不过徐衍兵的 但是在北梁王府隐居三十年的时间 最后出道可以说就是巅峰 先来比比境界 徐衍兵是属于半步五胜 距离陆地神仙境界可以说只差一线 在境界上属于大天象境界 但是因为它是纯粹五福 又能够冲锋陷阵 那么真实的战力可以说 接近于陆地神仙 但是毕竟不是真正的陆地神仙 徐衍在世的时候 齐烈华境界应该还没有那么高 徐衍走后 齐烈华出山最主要的原因 是想要让天下看一看 徐凤莲还有长辈在 不是你们想欺负就能够欺负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境界完全是处于陆地神仙境 甚至可以说已经超过了 能够达到天人 再来比比武力值 徐衍兵的枪术可以说出神入化 在整个雪中看刀行的世界里 当世用枪高手可以说也只有 徐衍兵和后来三教融合的陈之豹 陈之豹是高在境界上 但是真正的枪法如神 还是要看徐衍兵呀 但是徐衍兵有缺点 就是发展单一 不像人家用刀的拿剑的 可以变出很多的花样 用枪的往往最后一枪 才是致命一击 徐衍兵可以说 面对天下高手都可以一战 但是想要打赢 还是有难度的 要达到天人的水平 可能只有在临死前一枪的时候 才能够发挥出来 齐烈华 我们看他重新出山之后的几场硬仗 首先是以雪作备梁刀 到两辽和顾剑堂打了一架 顾剑堂输了 而徐衍兵应该是 打不过顾剑堂的 之后是逼杀了 黎阳帝师袁本熙 同时杀入青天剑 练气势 和视为全军覆没 这个武力值可以说 是相当扭叉了吧 最后来说说气宇 天下用剑的高手有很多 用刀的高手总的来说 确实不多的 后来的齐炼华 打败了顾剑堂 这个号称用刀第一人 那么可以说 齐炼华已经独占了 整个刀刀气运 毕竟这个时候的 南宫蒲叶 都还没有成长起来呢 所以成为陆地神仙 成为天人的气运 对齐炼华来说 是足够有的 为什么徐衍兵 距离陆地神仙 只差一线的距离 因为当时用枪的高手 实在是不少 分区的气运太多 而且最关键的北梁 还有一个陈之暴 所以一直以来 徐衍兵的陆地神仙 的最后一次气运 总是没有办法补全 总的来说 徐衍兵和齐炼华 都是传奇人物 要说底蕴 齐炼华更胜一筹 但要说 作为王牌 徐衍兵的作用 实际上是更大的 齐炼华是春秋刀甲 也是一个 疼爱外孙的老人 在他出山之后 可以说 最主要的目的是 震慑黎阳皇室 和整个江湖 徐潇走后 徐丰年还有长辈在 不是你们想欺负 就能欺负的 杀进青天剑 练器人和侍卫之后 这个老人 也就不再认识了 所以 后来没有长辈在世的 徐凤年 真正的能够 一直以长辈的姿态 护着他的 其实也就是 徐衍兵了 青天剑 大战也好 两莽大战也罢 永远都有一个 徐衍兵 跟着徐凤年 不再认识了 更多的姿态 更多的姿态